前行政院长张善震一身年轻装扮 与前行政院政委蔡玉玲 来到台北创新实验室 与年轻创业家见面交流 大伙不拘小节 有人更直接席地而坐 轻松的讨论氛围下 内容可是很有建设性 她带了一些创投来 院长对新创的公司非常关心 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收获蛮多的 我觉得院长讲了非常有道理 因为其实在台湾整个 创业环境里面 其实大家客人才是我们最好 应该照顾的股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就算我们有第一桶金 我们后面如果没有 这么多的一个客户来源的情况之下 其实不会有创业家 可以撑得下去 张善震也分享 一直以来政府都是在为 清创作找资金这个环节 他认为应该要换个思维 为创业者找市场找生意 想办法帮助这些年轻创业家 将好的产品与发明 推向市场创业成功 进而让国际看见台湾 我们一项政策 原则上都会到外面去接触 做这个接地气的工作 今天就是在青年创业政策 这一块做这个接地气的事情 张善震更一一参访进驻团队 听科技创新团队的电梯简报 而这场活动也将从中选出5到8队 到花莲张善震的住家 和他一起实地下田开墾 也象征科技农夫张善震 以历练和视野 帮助年轻创业家 打造下一个经济奇迹 iMedia采访报道